12月16号下午,周女士和丈夫一起去了杭州萧山浅江市集城的水果汤泉 买了两份萧山店单人门票8小时套餐,一共426块钱 我首先在那个领域房冲了一下澡,我就进去泡那个他们的汤匙 大概泡了十多分钟的样子,然后我起来去他们的这个施蒸房蒸了大概十多分钟 蒸完之后,我就洗澡去他们的公共区域休息了两个多小时 晚上六点多出来的,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小腹坠胀 第二天中午下午的时候,我的那个就开始流血 12月19号,周女士被医院确诊为盆腔炎异常子宫出血 她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店,也是第一次被确诊为盆腔炎 目前的医疗费用花了400多 我为医生呢,这个和我泡这个汤匙什么有没有什么关系 她说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建议近期不要去泡汤匙 她如果的水比较脏,有这个细菌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有可能引起发炎 我当时泡的那个枣子大概是三米乘三米 里面有41度的热水,有两个人,陌生人 周女士说,目前让她不太满意的是,商家没有及时陪她去就诊 也没有向她道歉 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吃了几天药之后还要去复诊 我希望他们有一个能积极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么一个经理或者怎么样 来陪我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后期的这些就诊的费用什么的 他们可能承担一下这样 水果汤全的王经理接待了周女士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业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我不推卸责任,但是呢,受我们的责任 那是我这边该怎么处理,如果不受我们责任的话 处于电话的一个态度,包括你的医药费,可以给你报 另外再送一张门票,这就过来了 这位王经理把周女士夫妻俩的门票前退了 并表示之后会安排人陪她赴诊 周女士接受了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